兄弟们,这里是情报员带来的最新一期的快报 如果说今年10月份最热的一个联名 那么非SSZ DoubleTabs AH到H的三方联名莫属了 刚好呢,今天发售 我在Beams做直播的时候呢 看到了所有的单品 所以呢,赶紧来做一个热乎的视频 让兄弟们来看一下呢 这最热的几件单品 它的一个细节,尺码,以及一个上升的效果 咱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很热的于夫帽 它的一个正面呢,是DoubleTabs的logo 两侧呢,有SSZ和AH的一个logo和刺绣 很明显它是有尺码的 这个就是三码 这个就是我佩戴的一个效果 它还是非常深和非常大的这个帽子 建议大家入手的时候呢 还是要看一下它的投围数据 再来决定是否适合自己的尺码 看完帽子,再来看看两个T恤 这两个T恤就是很明显的 长古穿喜欢的那种oversize的短袖T 然后下方会有三方联名的一个logo和刺绣 还有一个是Navey的配色 也是比较匹配整个这一次Navey的主题 这个短袖T呢,咱们就不多说了 重点来看一看这件教练夹克 说实话,这个教练夹克 它的一个细节有点乏上可乘 咱们就直接看一下上身 可以看到这一个版型呢 是这个比较宽肥的一个版型 然后这个是03码呢 我穿的话明显没有穿出官方定型罩的那种垮穿的感觉啊 所以我可能要再穿更大一码才合适 接下来看一下这一次发售中呢 最受瞩目最热门的这一件多代的棉夹克 这一件呢可以说是 里面风格最偏向DoubleTabs的一件设计了 这一件呢大家都知道 它做了一个袖子可以摘下来的 然后就变成马甲的一个设计 它的多口袋呢 这几个口袋做的还挺不错的 感觉做的还是很挺的一个感觉 但是我不得不吐槽的是呢 这一个深色的面料它有一些些的粘毛 再来看一看这一条军裤啊 这一条军裤就是最标准的DoubleTabs的军裤版型 没有任何的区别 它在侧面加了一个小小的拉链的按兜 这个应该是SSZ的一个特色了 在侧面的口袋呢 加了一个三方联名的logo 算是表达了一点联名的诚意吧 咱们来看一下多代棉服的一个上身啊 这个三码的话呢 我穿算是一个合身的状态 想要再垮穿的话呢 可能要再大一码 军裤呢 大家就参考最标准的DoubleTabs的一个军裤的尺码 去选择自己的一个穿的尺码就好了 我就不上身了 好的 今天的快报就到这 希望对兄弟们充联名有参考 记得点一个关注 谢谢啦